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杜田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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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 你一看就是不合球的土象星座啊 不太像 还替你等着啊 什么星座 我是 别说 那我猜 臭女对不对 对 我不是臭女 臭女座太有讲究了 我跟你说 臭女座追求玩 春暴球刺是他们的特性 多说处女座还可以兼许 所以因此给自己造出了她的压力 处女座的人还不爱闲着 对朋友常常多于服务 是 但是缺乏自信的处女座呢 那有时候组织能力太差了 需要朋友和家人的鼓动 去推动他们 对不对 至于她的爱情 去去去 来 怪不得你天天这点算 好像是 你就想分自己的故事吗 新来的 我叫乌统 你好 你好 你啊 你习惯 在这个办公室里边 星座文化特别好些 而她的理想呢 就是想把这个星座文化 变成企业文化 上下推广 好 行 好 好 今天处你好运是四颗星龙 行行行行行 那个 你先忙 好好好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司机休息了 难道让我来开车 孙总 对不起 我马上帮您安排 太多份了 把手放在前面 最好 标准 洗衣 清水 清旨 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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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嗨 武彤 怎么是你啊 这是认识一下 我叫姜黛 你好 你好 这的人是主管 你都主管啊 我来这儿有一段时间了 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 好啊 你们家你太太怎么样 最近好吗 好 好 替我问她好 好 没问题 那行 你先忙 好 你们认识啊 认识 你是不是以前就认识啊 是以前就认识 我们姜路管人特别好 对啊 特别好 她平时对我们特别照顾 能 能看出来 你们怎么认识的 说说说说 她就去我家干活 干活 干什么活 搭操卫生啊 什么的 我来 那 那个吴老师 您 您使的那个杯子是给客人用的 我给您重新换个 对 对对对 那个杯子是给客人用的 没 没 没 我来 我们这有单手 对对对 都给我自己的 不是 没有 这个杯子以后您用这个喝水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谢谢 什么都有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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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先慢慢喝 然后我们那边还有活 先忙碍 对 那您先坐着啊 好好好 以后多多关照 好 好 她叫姜什么 谁 姜黛 老大 对 姜黛 我来 林总 咱们这一季度的销售营业额 比上一季度有所增加 其中 在天津分公司和北京分公司为最高 天津是10% 北京是8% 比上一季度 上上季度都有所增加 吴老师 吴老师 来 叫我 对对对 去谁吧 去谁吧 吴童 欢迎成为我们的新程度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收下到 收下收下 一定要收下 你们这会儿太热情了 我都适应不了 都不够 哥们 哥们 你必须得睡啊 你看你看 这处女座的特性 一下就体现出来了 对对对对 林绍是哪个星座的 十四座 就是她最喜欢 没有 真是你啊 真是你 谁是林绍啊 就是我们公司总监 就是我们公司 林峰 皮特 那有那可是我们公司 最有名的人 她是我们公司 上上下下 所有女职员的 结婚幻想对象 对对对 就这林峰的 风少的粉丝吧 犹如滔滔江水 延绵不绝 晚小了说 她是我们全公司 女性职员的 结婚对象 也是客星 晚大了说吧 那可是我们 这整栋大楼里 所有女性职员的客星 只不过这风少 平时不怎么来 只是偶尔过来 点个忙 一会儿就走了 林峰叫皮特 对呀 这个 林峰 认识江戴吗 废话 当然认识了 你又不认识了 江戴是孙董的新妇 林峰又是孙董的儿子 你说能不认识吗 那我跟你说 吴老师啊 这个林绍他也有客气 谁呢 就是他刚才说那个 孙董 孙小雅 这是他妈 你知道好吗 孙董 孙小雅可不是一般人 那是女强人 女超人 你看 看起来这下手就好 其实这人特别难接近 你知道吗 他的过去经历特别坎坷 听说以前做过泥舞 真的 南下卖不服装 北上堂裂枪呢 那孙小雅也有客星的 他的客星就是咱们新来的那张总 对 他可是咱们咱们董事长的雷达小燕姐 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了 我是来干活的 我听这些干什么呀 不是 那个 吴老师 这就是你不对了 你知道吗 你看啊 职场它就是战场 对 你要不会学战队 我告诉你 死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就是 你看像咱们这些干活的呢 咱们这小病 完全就捏在人 是上老板的手里头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事情 吴老师你得想明白了 吴老师 行行行行 咱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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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一点 好不好 对了 这事啊 你怎么能让小村知道 让他知道 他那脾气串 不知道又发生什么事 他失业了 他是失业了 他也不影响 他让你做出失业的事了 对吧 我知道了 OK 拜拜 列车运行前方 是韶耀军站 下车的乘客 请提前做好准备 韶耀军站是汶城车站 欧巴 您辛苦了 欧巴师叔 韩剧里面都是这么说 那是欧巴 欧巴 欢迎你回来 我回来了 你在这干事说我们呀 这种事情 您怎么能亲自动手呢 我来 肯定是要太扯了 这种事情 已被他与您随着 那种看着 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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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亲自为你准备 你喜欢吃的所有的水果 为你第一天上班压压惊 字没有正残呢 不是你说你不吃卤煮吗 我不喜欢吃卤煮 今天第一天上班 同志们对我很好 他们也送给我的水果 我舍不得吃给你吃 你能好好说话吗 你能好好站起来吗 吃我的吧 今天上班 我要跟你汇报一下情况 我个人情绪饱满 工作顺利 一切都好 真的 真的 我不注意 不注意 不注意切了 没事 现在都好了 我没干你 你切个水我怎么 聪明 你以后江湖你别干了 我看你 你老伤着自己不行 你以后我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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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我在外面努力工作 我一定让你过得更好 让咱们家更好 你以后我来做 然后我在外面努力工作 走哪儿了 咱们家也够了 舍不住 看我 赞的 想到你去做 来 把袜子穿上 回头去脚又凉了 梦桐工作怎么样了 找到了 在哪儿上班呢 珠宝公司 珠宝公司 她在珠宝公司做什么呀 设计呗 那她现在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比如宝石的材料 硬度 这和她之前的漫画 就不是一个领域的 不是一个领域可以学吗 也是 我这设计文案还没做完呢 你别三十捣乱 我这不是给你拿酸奶 拿袜子呢吗 你看 你说你跟个老娘们一样 捞了叨叨 捞了叨叨的 白天在学校里捞的 晚上回家还捞的 你嫌不嫌烦啊 我烦什么烦了 我这不是关心梧桐吗 你要真关心梧桐 你给她打个电话 问她冷不冷 饿不饿 缺不缺钱 缺钱给她送点钱去 吴小虎 你三句话就离不开钱 离开钱能活吗 没钱我天天喝西北风去啊 我指望你 我指望得上吗 妈 喂 娘娘 来来来 我来 那去让爸爸陪新娘去 喂 姜黛 是我 罗小聪 干吗 谢谢你啊 我从今天第一天上班 她说同事们对她都挺好的 你放心吧 我没那么小气 我会好好照顾你家梧桐的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谢谢你 怎么了 没有 我看手机呢 那个 你一会儿跟妈打个电话呗 我刚才给姐夫姐夫 都约了一下 我说咱们两家人一块儿吃个饭 把赵叔爷叫上 好不好 一起啊 怎么了 我工作有了 我刚才上班了 他们肯定应该高兴啊 好 就送电话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好的 陈总放心啊 好的 好的 拜拜 拜拜 嗯嗯嗯 小张 我看了啊 没问题 你套色吧 好 就这样啊 赶紧办 嗯 你怎么来了 给学校办事情正在你们楼下 我就上来了 忙忙了吗 完了 走吧 走 正好我给你说件事情啊 周末大家一起吃顿饭 大家 哪大家 咱们家 小葱家 还有小葱他妈 谁的主意啊 梦桐呀 不去 我就知道你要说不去 照顾一下大局好吗 还大局 还大局 大局 大局就是 两家不合适的联姻 导致的不和谐的旋律 你看你这样跟谁联姻 都是不和谐的旋律 他们俩结婚以后呀 大家老这么崩着 肯定会影响他们的感情 之前梧桐失业的时候 小葱也没嫌弃什么了 现在独生子女多娇贵呀 像小葱这样的 不多了 你说呢 他有什么可娇贵的 还娇贵呢 他们家干什么的呀 寿衣店有什么可娇贵的 真有意思 寿衣店怎么了 至少人家不会在梧桐 落魄的时候跑掉吧 有几个像纳阳那样的呀 行了 正好呢 现在梧桐又找了一份 不错的工作 我看呀 你就应该借此 缓和一下和宋梅玉的关系 那你明儿还去吗 当然得去了 这么大的事哪能不去呀 到时候又跟人吵起来 不合适啊 他不跟我吵 我绝对不跟他吵 那 那他要是跟你吵呢 那我也不跟他吵 这你说的 我说的 你说的 没错 放心了吧 来 爸 不是 赵叔 妈 然后姐姐姐夫 那个 今天我跟梧桐 请大家吃个饭 主要是为这个梧桐 找着工作 咱们先干一杯 来 赵姓 你家人措齐 好 好 祝贺啊 祝贺 祝贺 好 咱们这个家呢 我岁数最大 对 我先说两句啊 自从我们小葱啊 出嫁以来 咱们两家 今天是第一次聚在一起吃饭 也就算是给他们两个 不办个酒席了 本来呢 也没想搭张了 一切都从讲了 他们俩这一路走到今天 这说容易啊 也不容易 说不容易呢 也挺容易的 他们俩虽然认识时间不长 但是我看他们俩啊 感情挺好 所以这婚啊 就这么接了 是不是 小葱啊 妈不求你豪门富贵命 只求你健康平安 妈就知足了 妈 放心 我一定会的 这老话说得好啊 富贵命也得有富贵象啊 赵叔 你今天穿这个格子衣服挺好的 你看跟唐唐穿的一样 是这个 显年轻 武童 妈看你是一个实生孩子 哪儿都好 以后别学呢不会说话的 妈妈妈 你尝尝这个这个好吃 武童 小葱跟着我从小长大 虽然我们家挣钱不容易 也没那么富裕 但是我一直把她 视为掌上明珠 从来没让她吃过苦 受过罪 别人家给孩子十块钱零花钱 我得给她三十 她现在跟你结婚了 成了自己的家了 你可得对她好 听听没啊 不能让她受委屈 知道不知道 放心放心 胡同会的啊 妈 你这些你别操 对 我不会的 但她不需要零花钱 谁说我不需要的 因为我们家所有的钱都是她管 这是你说的啊 对对对 你说的 对对对对 小童 好 干嘛呢 干嘛呢 来 妈经理 别想一出是一出的啊 你得说话算话啊 哎 吃菜吃菜 好吗 哎 你说我从这么一个小小的肉疙瘩 把小葱培养这么大 你说我得花多少钱 费多大力 我以后把她养成一个大肉疙瘩 小童 姐把你从这么一个小肉疙瘩 养得这么大 姐花了多少钱 姐花多少钱你说说 瞧你这说的 你从这么一个小肉疙瘩 你生的他呀 行了行了行了 这是 咱们今天啊 两家人 我没生他 行了 我养的他 行了行了 咱们两家人今天第一次吃饭 干什么呢 咱们不要说这些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找啊 来 谢谢 吃饭吃饭吃饭 姐姐姐姐夫对我们的培养 来 来 别尝尝 好好吃饭呐 你看我们小葱啊 从嫁到吴家 你也没要房子 没要车 没要彩礼 妈不说了 不说了 妈不说了 我就这么白白的 把这么一黄花大闺女 就送出去了 我都没后悔 我都不计较啊 你说你这当姐的 还得了便宜 还在这面上乖了 您还后悔什么呀 您有什么好后悔的呀 真有意思 我弟弟 钻石王老五 想找什么样都不行啊 钻石 这以前找的什么女朋友 是不是 行了 算是在哪儿 找你喝一 几颗辣的 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比喻 你呀 再抱怨哪 你没用啊 人家吴童认了 吴童 取了小葱了 比喻啊 人家也听不懂 对牛弹琴省点劲吧 怎么这么说话呀 显得有点 差尺寸啊 真是 就是不会说话的 我说我弟弟钻石王老五怎么了 我弟弟就是钻石王老五 就我弟弟这条件 确实啊 找什么样都不行啊 一表人才 您后悔也有什么用啊 我没后悔 我可没说那话 儿子吴童愿意啊 是 吴童愿意 行了 我觉得 把今天为止 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怎么没工作呀 怎么干嘛 工作很好了 对呀 怎么没工作呀 怎么没工作呀 他不就没工作嘛 你去四大四店 人家怎么说的 他不是辞职了吗 不是就没工作嘛 你干嘛 有意思 说什么呢 谁辞职了 你闺女 罗小葱 没活了现在 没工作了 我说错了吗 我不是辞职了 我是被人辞了 怎么回事啊 喂 任经理啊 你们那个罗小葱 什么时候给我道歉啊 谁让你把他给辞的 不是 是他自己要走的 行 就这样吧 吴童啊 不管是什么原因 小葱现在是没有工作了 他现在的心理我最明白了 你可得对他好 在你没工作的时候 小葱那对你 那是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你可不能 委屈他 亏待他 知道不知道 妈 无头不会的 行了 你别安慰我了 我没事 要我说呀 这工作没了呀 也挺好 反正又不是什么正经活 不上档次的工作 没了就没了 谁家正经闺女干这活啊 是不是 怎么这么说话 什么叫谁家正经 我 我们家闺女怎么了 她怎么了 她现在没工作了 她本来心情就不好 你说什么呢 什么不正经啊 你说我们家孩子不正经啊 我说什么呀 什么叫不体面 我说修车不是个正经的活 怎么不是正经活呢 这话怎么听 这话怎么就不是正经活了 修车当然不是正经活了 那老板还能逃出一个劳动模范呢 她怎么不正经了 妈妈 我姐姐觉得 你别放箭 修车太辛苦 再说了 你拿起来 总比那些什么躲在阴暗角落里边 挣那些不干不净的钱要强夺了吧 你还是瞧不起她修车 你就是瞧不起我们家小葱 没有 我就是瞧不起修车的 我就是瞧不起修车的 你瞧不起没用 梧桐瞧得起 梧桐取了 把她取回家了 要不说我弟弟傻呢 你这 要不说我弟弟傻呢 吃亏上当的全是我弟弟呀 我姐姐 我还没说什么呢 你还想说什么呀 怎么了 你还想说什么呀 我弟弟找什么人不行啊 非得找个修车的 现在没工作了怎么着 我弟弟还得还得还得 还得还担多少东西啊 你刚才那话说的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总比你 总比你干的那活儿要强多了吧 你还别不爱听 不干啥活儿了 我告诉你们就你干的工作 还不如我们家小葱修车的呢 我干什么工作了 到处去做那些虚假广告 靠蒙骗啊 赚老百姓的钱 谁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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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虚假 谁虚骗 花脸胡哨的 那不是骗人哪 怎么 至少那钱挣的 我花了我不心疼 变成一不心疼 总比你发死人才的要强 你说什么 死人才 你 怎么说 发死人才 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你就是发死人才 你还少说两句 你还少说两句 我能问问您吗 您能保证将来您不死 他不死 他是千年的王八 半年的龟 千年 你怎么骂人哪你 怎么能骂人 亲家 我骂你 您不能骂人哪 这不是骂人 这是一种比喻 东方 您不能拿王八和人做比喻 不不不 因为人将来都是要死的 您是赤条条来的 就是光儿屁股来的 您不能赤条条走啊 比如将来你走那天 我不能不给您来身医生是吧 这叫装了 我的医生 那装了你 怎么 我这比喻嘛 是吧 很恰当的比喻 对不对 谁都离不开死 您别看不起我们这行业 我们这台很光荣啊 我们送您内扣一整 对啊 送您最后一整 赵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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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了 不说了 你刚才说什么来的 说我们家孩子不正经 我们一遍了 这不就是罢了 我们还说我们发死人贪 是吧 老命最光荣 我们还说是不是 没有 文化人 你跟他们说什么呀 他们听得懂吗 有弹琴 什么文化 我们今天 我们不如去 要把事情说心 别 别吵了 吃了 有文化的人说这种话 有文化的人才说这种话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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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必须 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你们 行了 斯文 说什么说呀 这都什么人啊 他还在这说呢 什么人都去说 什么人呢 这饭你们吃吧 我们吃 你们能吃得下去 把这饭吃了 我 我明天还得去坑蒙拐骗 赚钱养家呢 走啊 斯文 说着你 说实话 回去 跟你媳妇好好说说 走 滑汤 好好跟你媳妇 劝劝她啊 谁又这样呢 真是 这 我都会哭 行了 我们也走了 你别着急 不通话给你说说 你 你姐怎么这样啊 你 我们都是老实人 我们都是 守法库 你这样摸摸 什么人啊 这是 什么人啊 这是 什么素质 不不不 好歉 那是小孙大妈 你和张母娘 咱们是尊重一点人士长辈 别顶着了 行吗 你以为我愿意啊 她一张嘴我就来气 我跟她 真是有点犯下 我觉得 我 我也知道 反正 行了 我也不是诚心搅局 我知道 你不是故意 她也不是故意 什么 那 什么东西啊 什么 这就算咱们家的 传家宝了 我本来是想留给纳阳的 现在啊 我交到你手上 爱给谁给谁 别放我这儿了 坐 你回去吧 小舅再见 小舅舅再见 再见 慢点 慢点 好 我跟你说话 以后这种事少叫我 这种事你以后少叫我 永远都是好话不会好好说 我们吃完再走行不行 菜都没动你们就走了 本来今天挺高兴 那个我姐给小葱的手镯 说是传家的 看看 不值什么钱 空心日的 走 走 走 妈 我姐不太会说话 但 她先生 我 那赵叔你带我妈慢点 好 回到我上家里去 行 别再生气了 别犯伤 你这怎么不早拿出来啊 你说是不是不应该吃这顿饭 三公子 jam 这个一点点 我最喜欢票 我最喜欢 舒服吗 一机灵一机灵 好 我慢点好 怎么样 怎么样 舒服吧 嗯 我没骗你吧 嗯 等会儿 这个更舒服 别怕啊 嗯 嗯 在这儿你看别怕啊 嗯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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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个地方老用电脑 什么叫我这个地方老用电脑 这你手老用电脑啊 怎么样 嗯 不厉害吧 我没骗你吧 嗯 哎 我问你 那个镯子是你姥姥的姥姥 给你姥姥 你姥姥在给你妈 你妈在给你姐 那按理说你姐应该给堂堂的老婆 她给我 我觉得你在你姐心中真的位置不一样 嗯 是不是啊 嗯 你姐也是 你姐要是早一点拿桌子 我不是别的意思啊 你姐要是在饭桌上的时候 把桌子给我 我妈肯定不好意思跟她吵 这好吵得翻天覆地 这 我都习惯了 今天吵架 我一点都没觉得奇怪 她给周子我也没觉得感动 她就那样 她可能这位都改不了了 你知道她什么样一个人啊 我们俩小时候 不就是我们俩吗 也没有人管 也没人帮的 只要是我一爱欺负 我姐就炸了 跑了就跟人打去 跟人骂 她跟刺卫特别像 我老说 我说你后背全是硬刺 不是 只要我 我一爱欺负了 然后她就刺全力起来 得谁扎谁 胡乱扎一通 有时候扎错了 就把自己扎得浑身实陷 就是要保护我 你知道 刺蝟身体是软的呀 她毕竟没那么大劲 你现在 她终于管不了我了 完了 弟弟结婚了 娶媳妇 她又开始害怕了 我弟弟 要是把 被媳妇给欺负了怎么办 你说我自己的媳妇 能欺负我啥 她没办法 她习惯了 三十年 其实真是人好 心里好 怎么着也不能 梳在那张嘴上 不能梳在面 不能梳在她弟弟 被人欺负上 这就这么简单 你跟妈说一下 我妈那句话好说 是吗 我妈是过嘴不过心的 我可以跟她说 没问题 我只是觉得 明天我去趟姐那儿了 明天我去趟姐那儿了 我去看看她 有必要吗 我会不会对你家好 放心啊 啦啦 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 我给你来一个消灭大发 你扶住我 可爽 这个不可以 这个可爽 我跟你说 这个不可以 我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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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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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知道要给我打电话呀 现在 那你在哪啊